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的时候千里马也就老了 那这千里马有一天要商人要去一个大市场上面卖盐 就让千里马来拉车 您要知道盐这个东西是非常重的 那我们也说了千里马它已经老了不像年轻 那年轻气瘦可以拉那么重的东西 所以呢当到一个上坡的时候千里马就减速了 一减速 商人一瞧就拿起了鞭子 我站 站 抽着千里马 那这千里马 宝马都有三分龙性 可不过他已经老了 他也被抽着哪瘦了 但是千里马就要在主人面前占盟 我不是个温浪废 所以呢他就硬往上走 走得敢 真是汗 鼻子里面吐了白烟 烟云滚滚滚 那在这时 同队罐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孙杨 说孙杨您不知道 但是说伯乐 您大概就知道 伯乐是善士千里马的人 这要是豪马到他眼前一瞧 都能知道 势必豪马 这伯乐我们说的善士马呀 所以这千里马过来 伯乐就注意了 等走到面前的时候 伯乐想 哎呀 这是一匹千里马 一看 这匹马全身是汗 当场就喊了 喊 啤 啤 这伤人喊起 把车停下来 伯乐赶紧上前 一看这匹马 那个满身是汗 满头大汗 鼻子里面吐的全部都是白鹰 眼睛都无神 不断干净 大意拖下来 哎呀 该千里马深 扶摸他的头 哎呀 饱满了 你怎么就摟到这家伙手里 哎呀呀 波罗说完起了 哎 你 你知道他是什么马呢 他 他 他是匹马 你觉得他是什么品种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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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条腿的品种 呸 有眼无珠 你要知道 这是匹千里马 他 在江场上 能够为国家立功 他能够日行一千叶头八百 他能够带着将军上场杀敌 没想到他竟然落到了你的手里 你算什么东西 这个商人 他没骂蒙 那 这股言车 这个成语的意思 就是说 一个人才 他被埋目没有用之地的意思 好了 这集的大话称鱼就到此结束 我们 谢谢大家